动物保护组织提醒,国庆日长假期晚间,许多地方都会释放国庆烟火,这时应该将宠物带进室内,摆上玩具、打开电视或播放音乐,以帮助掩盖住外面的烟火声。 又或者,也可以考虑使用宠物安定背心,透过在宠物四周施加的温和感来帮助缓解焦虑和压力。 除此之外,也可以在兽医允许的剂量下提供宠物药物。 此外,家长应该提醒孩子不要在宠物身边使用烟火,因为一些宠物的毛可能会被烧伤或灼伤,甚至引发宠物物食或中毒等危险。 还有一些儿童糖果可能对宠物有害,也应该放在宠物无法接触的地方。 最后,毛小孩家长外出还要注意,小心宠物在庆祝活动中走丢或被诱拐走,且最好就是在出门之前,再次检查宠物项圈或标记有联络方式的识别标签。 东西新闻团队,洛杉矶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